我们今天请到洛杉矶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家唐韵老师 跟我们大家谈小提琴的学习 我们先来谈一下 当然您四十多年的演奏生涯自己 那么在美国也有一些教学活动 但是教的不多 谈谈你对现在就是在这边传统小提琴学习的看法 因为现在大部分小孩子学琴呢 也不是为了学专业 就是家长为了让他们在资历上有一点就是更好的发展 那么我认为也是学琴呢 对他们就是说脑力上面是有很大的发展的 那么 但是唐韵问题就是在说 现在95%的小孩应该都是就是说被迫去学琴 很少有人高高兴兴的学琴 然后回来也高高兴兴的恋琴很少 有时候父母也很辛苦陪着小孩去学 还有人记说你弹错了什么的 其实挺难的 就是因为这样呢 所以我就想就做了一套全部新的 现在是世界上应该说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创剧 太好了 就是因为我是在网上 通过网上呢 就是结合了小朋友能够一面玩 一面有伴奏 然后呢 还能学习就是学会拉琴 然后还会看谱子 现在这个呢 就是唐韵老师的小提琴班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呢 给我们的华人干重看中文 那么同时也有英文 所以说小朋友 如果我们美国的小孩子看英文的话呢 也是可以 那么YTViolin.com 就是云堂Violin.com 所以呢 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网上教学 因为你在家里 小孩不用去到老师那儿去 然后任何时候 爸爸妈妈小孩有空的时候 我们就把那个电脑打开 大家一起来看 对 还有呢 就是这种教学方式 对 因为有很多人呢 也有也有说 你不是手把手的教能学会吗 我现在就是很有把握的 应该说一定能够学会 因为呢 我通过一年这个 我的那个program呢 他就是能学到五十几首歌 然后呢 他还会比就是传统的那种 学起来更容易 更有兴趣 所以他电脑一点开 刚才我们大家看到一个小卡通 那就是小唐韵 对 唐韵老师 用那个中英文来解说 我现在就是用的语言 那么越来越自己用示范 对 我用的语言呢 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易懂的 那小孩子呢 就是说 再加上我的示范 我就是让小孩能够一听就懂 然后就是一看就能模仿 就比他们玩电脑游戏啊什么的 还要容易 这个也很好玩 因为有卡通形象 对对对 像这个代表几根弦 对对 然后呢 然后还有各种伴斗音乐 所以说他们学起来的时候 应该也一点都不枯燥 是 而且从唐韵老师是 我因为我上这个网 我觉得好开心 我想说我那时候要有这个网 我也不注意 中途就不练琴了 你可以再学一遍呢 我可以再学 虽然说唐韵老师说 这个是给四岁到九岁的小孩准备的 可是像初学者都可以上网学习 因为我可以再去把它捡回来 是 我就是一个最失败的例子 就是当时没有这个网 然后我想的是 因为我父亲是小提琴家嘛 然后我是五岁开始拉小提琴的 也是很拉的挺痛苦 拉了好几年 也就不断的去学习 也都没学出来你知道吗 你通过我这里一年的学习 你就可以试谱 可以像拉卡拉奥片那样 我可以把捡回来 就跟着就是play alone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这里面有最后 有play alone的 有些曲子 好 下个单元呢 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这种比较新的方法 在网上学习小提琴 一个呢 是时间自己可以控制 还有一个呢 就是好便宜好便宜 大家都想不到 下个单元呢 我们继续跟您讲 待会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